嗨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改做大型1037平中式大院的第九天了 昨天正房的主体的墙体,包括东厢房的墙体都已经弃完了 今天进行主体的最后一间房,西厢房,也算进入了墙体收尾的阶段 今天多是做西厢房的墙体收尾,似乎就没那么多了 三个弃墙的时候,包括老房开改这一块也开始进行了 这处1000多平的中式三合院,是老房改造加主体新建 今天拆改这一块也同步进行了,这是原有的正房主体 后期这里是加盖了一间,现在开始把旁边的瓷砖,包括上面的琉璃瓦拆掉 在西院的东厢房墙体也已经弃完了,可以看到格局了 之前的修货图大家都看过,它是1037平,平均分成了两个三合院 这边就是西院,西院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正房加西厢房 东厢房的话是加盖的,正房原有的老房是三间,这里加盖了一间 现在东院的墙体也全部起完了,就差西厢房的最后一面墙了 现在格局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好好看一下房屋的格局 所有墙体起完之后,院子的整体格局就出来了,大家也看过之前的效果图 现在我们位于是院子的东侧的大路上 院子后期留的是一个东南门,这里就是大门的位置 一个中式的门楼,进来大门之后是有一条6米3的过道 直通东西两个院子的,进来大门之后,首先是东边的三合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格局都已经出来了 首先是正房四间,加东西厢房各三间 这就是东院的一个格局,包括西院,后期也是这样的 然后每个院子都是有独立的门楼的,门楼的位置呢 就在东南角上,从这个位置进去之后,后期会有一个隐蔽 然后院内呢,整个就是白墙青瓦的效果 这是东院的一个格局 然后看一下西院 这个过道留的确实够宽,6米3 后期还有围墙,这里后期还是一个公厕 不过进来院子主门楼的地方,还有一个隐蔽 现在这是西院的一个格局 西院原有的是三间,后期加盖了一间 所以跟东院是一样的,正房四间 东西相房各有三间 房屋的整体格局就是这样了 一直说是改造 其实这图1037平大院是改造一半,新建一半 1037平平均分成了两个中式的三合院 起墙体这一块,我们总共是起了三天 原计划就是三天 闭完之后,紧接着就跟织母板打线交顶了 打完线交顶之后,做保温,抹墙 包括骨件外装就可以进行了 这图1037平的大院呢 整个就是平顶,女儿墙挂瓦 包括白墙,青瓦,青铸 加一些砖雕元素的一个中式防骨大院 现在是施工的第九天 大家继续期待,我们计划是100天全部完成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要拭目以待 好